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朕没有和他有任何苟且之事 你还如此肆意妄为 你实在是令朕太失望了 我令你失望 高爷 你别忘了 当年是你先骗了我 什么凤莲 什么代行皇后制止 其实你的心里 压根就没有我 今天 我就是要杀了这个陆朕 我就是想看看 你能拿我怎么样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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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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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你快走啊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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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抓住他 快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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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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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该尽药了 没事 穿监鱼 把陆阵送回去 是 来 皇上慢开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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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啊 每天抹三次 女人的脸呢 就是女人的命 谢谢上师大人 这个贵妃娘娘 真是太不容忍了 就算你和她长得有些相似 那也怨不得你呀 早知道这样啊 我就不应该鼓励你考这个女官 还不如平平安安地在清静殿里面 也不会遭这个罪啊 大人对我的好 我都会记着的 你可记住了 千万别记恨萧贵妃 在这宫里要想活下去 就别跟她作对 过两天你的伤好了 你一定得装着什么事都没有 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大家才不会看清你 谢大人教会 皇上 长广王殿下到了 皇上 怎么喝起酒来了 你已经知道了 是朕没用 朕管不住幻月 阿朕现在怎么样啊 你没有去清静殿看她吗 她把自己锁在四宝寺里面 根本没回去啊 长广王殿下 您不用担心 奴才今天看得挺真的 陆大人呢 除了头上破了一点之外 身上其他地方都没事 估计啊 休息两天就好了 阿湛 你还是去看看她吧 顺便帮朕说一声对不起 她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 像这种事情 她是绝对不会想让我知道的 都怪朕糊涂 一时跟她聊得高兴 结果反倒害了她 还好朕没说她是 否则后果 就更加不堪设想 皇上 阿湛 都是朕的错 是朕管不住幻月 朕知道朕对不起她 可她也不能老这样 阿湛 要不 你还是把陆珍送出宫去 朕不能再连累她了 皇上 阿湛的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你的责任 以前是我疏忽了 而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好好地护着她 愿得一心人 白头不相离 今天和陆珍聊起你 她句句话都透着开心 可是我和幻月 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 这是哪儿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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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她 我这儿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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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这两天我不在 寺里进展得如何 大人放心 新年各宫所需要的贺岁客子 奴婢已经安排人住好了 内府局新交了一批精器过来 我们也全数入了库 还有上面派人来说 明日各司的女官都要到仁寿殿会骑 和太后娘娘还有贵妃娘娘一起 共同商议元旦正日祭天的事 这可是我们库里最宝贵的东西了 听说当年开国的赵皇后 特地请了十二位宫外的巧匠 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完成的 因为实在太贵重了 所以各皇后也是每一年 只有祭天的时候 才舍得戴上一回 前朝的玉皇后驾崩之后 这套布瑶就收在库里 再也没有见过天日 玉皇后 那现在的太后娘娘呢 太后娘娘不是先皇的 原配皇后 是玉皇后去世之后 她才被扶正的 这套布瑶 听说只有原配皇后才能用 那太后娘娘指明要这套布瑶 恐怕是想在祭天的时候 押萧贵妃一头吧 可不是 不管他们怎么争 到时候咱们把它交上去就完了 大人 韩光殿那边有人传旨来了 奉贵妃娘娘御旨 令司宝司将郑国十二布瑶 交到韩光殿 钦辞 臣接旨 敢问阮姑姑 这套布瑶 贵妃娘娘是不是想用在 元旦的祭天大典上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可是太后娘娘她已经 住口 阮姑姑 玲珑她不知轻重 她的话您别放在心上 贵妃娘娘要这套十二金布瑶 我们资宝司本应立即奉上 但这套布瑶是黄金所制 又在户里收藏了好几十年 光泽肯定不如从前 如果现在就给您拿回去 贵妃娘娘要是在大典上带出来 肯定也不太好看 要不 我现在马上让人去重新翻新一下 过两天再给您送过去 好吧 量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 大人 您真要把这套布瑶交给寒冠店 萧贵妃这次是把明了为难我 不交她会治我的罪 交了 楼太后肯定也不会放过我的 那当时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阮娘 就说太后娘娘已经要了她了 这世上最愚蠢的事 就是拿一尊大佛去押另外一尊大佛 那 那可怎么办啊 要不 咱们请皇上 我记得 之前查上的时候 库里好像还存着一顶 雷金的凤冠 有是有 不过那是前朝魏国的东西了 那你赶紧把它拿到营造部 重新修饰一下 另外这套布瑶你埋到土里去 过六个时辰再挖出来给我 陆贞 你这么急着找太后娘娘 到底有什么大事啊 太后娘娘 上是大人荣禀 微臣私自求见 只是想冒昧见言 这套镇国十二布瑶 虽然名声在外 但若是微臣看来 这并不适合太后娘娘 何出此言呢 这套布瑶 毕竟是当年做的老东西了 贵重是贵重 可难免有些陈旧 可这套凤冠就不一样了 太后娘娘您带上它 一定会庄严肃穆 华贵无比的 拿上来给我看看 这奉冠的金丝 编得是挺漂亮 可是你忘了 后宫之中 只有皇后才有资格 佩戴凤冠呢 太后娘娘您有所不知 这套凤冠 并不是本朝皇后的凤冠 所以您就算戴上 也无妨 这顶凤冠是魏国冯太后 当年垂帘厅证时常戴的 前卫是先卑族 最为强盛的王朝 冯太后当年 临朝称治十余年 更是天下无人不敬佩的 女英雄 我大齐疆土 约有一半得子前卫 朝中不少老臣 也都是显卑旧将 太后娘娘 如果祭天的时候 您带的是这顶凤冠的话 我相信 那些前卫老臣 肯定会对您心悦诚服 诚如上师大人所说 好 不养你拿回去 凤冠我留下来了 谢太后娘娘 那微臣告退 等等 你刚才说你是司宝司的女官 微臣陆珍现为八品司珍 你就是陆珍 过来 让哀家好好看看 的确是个漂亮姑娘 依我看 比贵妃还要漂亮几分呢 上次的事 哀家知道 是你委屈了 谢太后体恤 凤冠的事 你是怎么想起来的 微臣听说 太后娘娘是鲜卑人 真是个有心人哪 姑妈 陆珍这孩子 可是我亲手提拔上来的 平常就凌厉得很 您还记不记得 前回万寿的时候 他还给您做过一顶 有鲜卑寿字的百寿锦杖呢 记得 还有 那支白瓷敬瓶 也是你做的吧 上来上来 哀家早想和你好好谈一谈了 是 子 好 我来 这 你 你 我来 我来 我去 这是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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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阿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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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没有人来四宝司找你麻烦 那内史局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 没有啊 出什么事了吗 那就好 阿展 这几天你一定要注意 多加小心 如果哪个宫的娘娘找你麻烦的话 一定要第一时间叫她娘来找我 你是说韩宫殿那边 我把话说开了吗 今天几天大殿上 凤冠那件事 是你做的吗 是又如何 她要补瑶我就给她了 难不成这样还有错吗 得罪了萧贵妃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我又不是故意要得罪她的 是她没有缘由的总想把我折腾死 朝阳殿是这样 十二不瑶也是这样 难道她每次欺负我 我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啊 那麻烦你在做所有事之前 都先跟我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啊 你只是个侍卫 她是后宫之主 你不用怕 太后娘娘说了 要是有什么事 她一定会替我撑腰的 太后 你怎么跟她扯上关系了 你放手啊 我跟她飞行飞骨的能有什么关系啊 只是她老人家心肠好 她说了 要是萧贵妃再敢来欺负我 她一定会帮我做主的 你怎么那么傻啊 罗太后她根本就是一个恶人 你忘了她是怎么对付周太妃的 那又怎么样 在这宫里 谁敢说自己的手是完全干净的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那会 萧贵妃她只是有点小心眼 她不是什么恶人 而太后就不一样了 她装枪做事杀人如麻 你跟她在一起 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高展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什么叫做没有好下场啊 你明明知道王上仪 是萧贵妃那边的人 她前前后后整过我多少次 当然 太后也不是什么活菩萨 但至少 她不会像萧贵妃那样 不分青红造白地要我的命 你是不知道娄氏 她是怎样的心狠手了 不管怎么样 你以后给我离她远一点 给你 你是我什么人呢 你凭什么这样给我讲话 他们两个怎么吵成这样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别去 回来 人家小两口吵架 你跟这儿掺和什么呀 可是他们这声音也太吓人了吧 这你就不懂了吧 两个人越吵呢 就证明感情越好 你要是相亲如宾 什么那些都是狗屁 你想想 假如一个人 连跟你吵架的兴趣都没了 那肯定就是不喜欢你 对不对 不懂 哎呀 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你喜欢吃一口酥 对不对 你最喜欢她的表达方式 就是拿起来把它放到嘴里 然后越嚼越香 越嚼越香 就证明你喜欢吃它 可你要是把它供起来 就证明你根本不爱吃它 对不对 我明白了 所以以后我越是欺负你 就代表我对你越好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高展 你有脾气 又不让在我这儿发 你放心 不管是太后那边 还是乔贵妃那边 我都会敬而远之 省得再惹您这位高大人生气 现在 你可以走了 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 如果你嫌我多嘴的话 我不说就是了 今天也不早 我先走了 走了 你就别回来了 好 快过去吧 是 可以了可以了 大人这个可以吗 送过去吧 是 大家动作快点啊 快点 陆大人 南木珠终于找到了 奥米可佛总算找到了 怎么回事 昨天准备好的东西 怎么今天没了呢 天知道啊 今天主子怎么都喜欢 拿珠宝当节礼 咱们按常理准备的 根本就不够 对不 还是今早给金华店 送节礼的时候 给拿岔了 回来的时候走得急 就没放回原来的地方 人家你查过了 确实一百珠南木珠没错吗 对 好 快送过去吧 好 好 小心点啊 快去快回 这是最后一个宫了吧 是啊 可算是最后一个宫了 陆大人 陆大人 皇上口谕 要给今天进宫的几位郡主 加赐节礼 让你赶快准备十枚玉镯 送到游名店去 遵旨 我现在还要到其他次传旨 陆大人 你紧着点 好 快去库里领十枚玉镯出来 皇上 请你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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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看着吧 是 来 小心点儿 下官参见大人 免礼吧 你来干嘛 下官是专程来送节礼的 皇上不在 怎么 皇上不在这里啊 皇上临时去了寒光殿 说要在那儿和贵妃 一起召见郡主们 你就直接送到那边去吧 谢谢大人 姑姑 陆贞奉皇上旨意 送来赐给郡主们的节礼 请姑姑代为通传 你直接给我好了 公主 这是斯宝斯送来的节礼 本宫今天心情好 传旨下去 赏美魏郡主 石箱蜜酒一盏 是 那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下官参见少使大人 陆贞 你可看好了 这里面放的 可是你为郡主们准备的节礼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跪下 你犯下弥天大罪 却不自知 身为斯宝斯女官 竟敢忘顾公归 于元旦三朝霍乱节令 罪不可赦 下官愚钝 不知所犯何罪啊 这公归第二篇第三十七条 你可记得 天时金玉 各有所感 魏正节令 顾美灵冬至 皆改金银 魏至下至 尽用 于世 你还记得公归啊 现在还是隆东 你竟敢故意把赐给郡主们的节礼 换成了玉镯 意图陷害贵妃娘娘 你的居心简直险恶之极 我没有 明明是皇上派人来告诉我们 让我们斯宝斯准备玉镯当节礼的 还在狡辩 皇上从来不见女眷 又怎么可能下旨 要你准备玉镯 贵妃娘娘传旨的时候 明明说的就是金镯 陆大人 刚才我明明说的很清楚 娘娘要的是金镯 你怎么就能听差了呢 你胡说 你刚才明明说的是玉镯 我们斯宝斯的人都可以作证 陆大人 你犯了大罪 干嘛就不肯认罪呢 娘娘向来恩赐 又不会要你姓名 斯宝斯上下都是你的人 当然会帮着你说话 好在我手上还有一份证据 这是传旨时 娘娘就写好的凤照 上面写着各司要补家的节礼书 你当时不是还看过了吗 我根本就没有看过 这是假的 住口 陆镇 你竟敢口出狂言 污蔑凤照有假 原来你们早就设好了陷阱陷害我 原来你们早就设好了陷阱陷害我 你还是那么聪明 只可惜啊 斯宝斯长真路真 奸华险恶 欲以欲气扰乱天时 其心可诛 因苍天有好生之德 故本宫特免其死罪 谨令其常跪于河驴门外 十二时辰 以敬效尤 陆镇 你放心吧 皇上和太后 今天都忙着要接见外臣 就连你那位楼上是姐姐 也在宫外 你就安心留在这里 欣赏欣赏雪景 快看这不是那个陆大人吗 他好大的胆子敢和娘娘抢皇上 现在遭罪了吧 这大雪天只怕跪上三四个时辰 就冻死了吧 真是啊 多冷的天啊 哎 跪那么长的时间 他可怎么办呢 就是啊 他冷了 走不走啊 大娘 大娘 不好了 陆大人被罚在雪地里跪着呢 不行 哎 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呀 快起来呀 撞什么死呀你 撞什么死呀你 快起来 听见没有 起来 快点儿 你 快起来 快起来 有没有人在啊 我是清静殿的丹娘 有没有人在啊 我找钟书 你找钟书 他出宫办事去了 那远路呢 他跟着长广王殿下 去昭阳殿 就见朝贺的使臣了 欢迎各位来大齐做客 招待不周 拿起杯 来来来 朕先干为敬 这位就是我们大齐的长广王 二位 远道而来 照顾不周 请 请 请 二位好酒量啊 让我进去 你怎么能这样呢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我要见皇上 皇上得休息 我要见皇上 不行 爹 杨姑姑 高串 对不起 别装死 快起来 快起来呀你 快起来 起来呀 别装了啊 快起来 快点 过年了 吃饭了 算了 今儿过年 就便宜你了 这事 卢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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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您也有今天 你害了我爹 又害了我 放心 等你死了之后 我一定会像你对陈秋娘那样 多烧几本书给 当纸钱用 没想到今天的使臣 对我们这么优胜 这么大的血 来 披上 你以为我是你啊 又怕了又怕累了 走 跟我回后殿去 我还想找皇上 再聊一聊 我看哪 您还是别去查一脚了 贵妃娘娘在寒光殿设了小宴 要给皇上乱东呢 哦 是吗 要不然 咱们现在 到清净殿瞧一瞧 本王今天心情大好 我正想 踏雪寻眉 来 干 殿下 按理啊 这话不该我说 你想啊 贵妃娘娘毕竟做了那么多的狠事 陆姑娘她又不知道太后和您的关系 这两个人一头整她 一头护她 就算是条狗 也知道往不打她的那件作案 她向着太后那边 也是穷有可燃的 你都可以明白的道理 我又怎么会不懂 只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 都太倔了 参见殿下 年龄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雪太大 把前面倒上一棵松树给压折了 殿下 怎么还是走别的路吧 要好 那是什么人 哦 是内侍局的一位大人 不知道怎么惹了贵妃娘娘生气 跪在这儿都快四个时辰了 四个时辰 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好像是斯宝斯的 斯宝斯 阿珍 阿珍 你醒醒阿珍 你醒醒 醒醒阿珍 阿珍 阿珍 这人都成冰棍了 我带她回秀文殿 你去请她医 是 你干嘛 是让你带她走的 参见长广王殿下 这个人我带走了 不可呀 这是贵妃娘娘亲自下旨要生死的侵犯 殿下 快 殿下 滚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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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拿水 拿热水 二碗神汤 越浓越好 是 来了 来了 殿下 太医来了 太医 你过来看看 她被动了三四个时辰 怎么叫一叫不醒 病人弹气入骨 呼吸全无 只怕 别跟我说什么只怕 我不想听到其他任何话 好 我先给她施针吧 先去端外参汤 再煮一桶浆水过来 帮她慢慢擦着手脚 是 我马上准备 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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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是你救了我对不对 不行不行 你快送我回去 要是被消贵妃知道的话 她会对你 阿珍 阿珍 殿下 请殿下和其他人先出去 我先帮她施针 殿下 皇上娘娘 长广王殿下在殿外求见 转 微臣参见皇上 贵妃娘娘 平身 停身 阿珍 你这么晚过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 陈帝备业前来 只有一事想请教贵妃娘娘 今日 司宝寺女官陆珍 被罚常贵于长廊外 是不是贵妃娘娘 下的风招 常贵 怎么回事 贵妃娘娘 是又怎么样 她犯了公规 皇上一抱上来 我便安慮处置 请娘娘 撤销出发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皇上 娘娘 高瞻今夜来此 只有一句话要说 我告诉你 她是我一生当中 最爱的女人 如果你们对她有什么不安 你们朝我来 我对她下毒手 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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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陆珍 陆珍才是她最爱的女人 那我是什么 常广王殿下伤心过度 有所冒犯 还请皇上恕罪 陆珍现在情况如何 她在雪地里跪了好几个时辰 常广王殿下将她抱进秀文殿的时候 她全身已经冻僵了 太医师针数次 都没有什么效果 是 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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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命 在 你帮我好好在这里照顾她 记住 怎么伺候我的 就怎么伺候她 奴婢遵命 这段时间 她就住在这间房里 我会搬到偏店去 你找两个稳妥的人 要亲自在这里守着 记住 这件事情 千万要保密 就连外店的人都不能知道 如果她要是醒过来了 不要跟她说太多话 更不要让她知道我的身份 有什么事情 让原路来通知我 我会第一时间过来处理 是 你先下去吧 爹 娘 你们在哪儿 你们在哪儿 阿朕 你放心 以后一切有我 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你